亲爱的朋友,我们再来看李叔的火麻利的转化地图 那上次我们讲完了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四大连结 那这次我们要讲第二个就是 那我们怎么样再透过这四种支持来提供给他人支持他们转化呢 那这里的前提就会是 既然我是一个以好连结的方式支持他人提供连结 那我一定要自己先有怎么样好连结 所以我会说铺天盖地就是全面的 你成为一个更好的转化的支持者的锻炼跟修行 其实是时时刻刻的 也就是在你跟一个个体相遇之前 你的这块的连结已经建造的很完善了 那么你自然而然甚至有时候什么都不做 在这个他所匮乏的那个部分就因为你的存在 而不停地在跟在被被建立起来 对对对对对对 就像是如果我们跟一个很会种花的人泡在一起 想像在一起我们自然而然会跟植物的关联会变好 那我们跟一个爱很流动的人在一起 我们内在的爱也其实也就很容易被激发或被启蒙 所以就像刚刚说的当我们自己的四大连结 很清晰的状态建立好之下 当这个个体出现了 我们就可以扩大自己跟对方同在 那透过这样的状态 只要适当的时机 我们就有机会去支持到别人了 好那底下就是要来讲这什么是四大的时机 也就是你要提供一个人改变 这真的是一件很顺顺的事情 真的不是你愿意你积活就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们来会说支持有这么多个层次 好那以这个层次来看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我的基础是由下面这里开始写的 OK好 所以最下面你会看到就是一个起因跟缘分 这其实是超级重要 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好遇在一起了 又为什么我这个时候有这样的状态支持它 那如果没有这个就没有其他往上发生了 对不对 好 然后这是白色的部分 那接下来绿色的部分 绿色的部分也就是谈到的就是外在的环境 或者是一个架构 我们之间能发生什么 我们可以有多少时间呢 我们多久可以碰一次 或者是我们约定好吗 还是我们无法约定 旁边的人支持我们的相会吗 有足够安静的环境吗 所以这个是一个外在的部分 然后刚刚说的是一个缘分的部分 好 那接下来来到这个蓝色的部分 蓝色的部分就会是 好我们现在有一个缘分有个结构有个环境开始了 但我自己就是这其实就是我们在我自己的书 缘恰恰缘恰恰的接触的第一步叫做 我自己的状态怎么样 我回归中心了吗 我在爱跟在光中了吗 那我是不是在一个和平和谐敞开的方式 可以跟对方互动呢 好 那这我们知道 大部分的老师也都有这样的好频率 好状态 但有时候小朋友的状态不一样 对不对 有些孩子会很容易让老师变成好状态 有创造力状态 有些孩子好快会让老师 掉出去了 他从这个好状态离开 形成一种焦躁 不信任 甚至会批判 会指责的状态 所以我们说第三个就是说 有缘分 环境支持之下 接下来提供支持者要有个好状态 好 所以这底下都是内 内楼或者就是一个隐藏的东西 好 那接下来这上面就是一个显 就是外在的行动 好 什么意思呢 就会是在黄色的部分 就是说 我开始跟他互动 我开始跟他说话 那我也许没有觉察 我可能有一个 今天胃痛好了 我一直皱眉 那接收者可能会 无法分辨嘛 对不对 我为什么在皱眉 我对他吗 我讨厌他吗 他可能会很不自在 我又会受这个不自在影响 所以我们说 外显的表情 虽然是非语言的 无声息的 可是其实他是个最基础的支持 好 然后在上面才会谈到说 那我对他说什么 我做出了什么 OK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谈教育 在谈亲职 在谈 陪伴关系 会 只看从这里上面开始 那其实就失去了底下这么多层次的东西 好 那我们说支持者的言语跟行为 如果提供好连接了 接下来就会是一个更有意图的转化的行动 叫转化仪式 那因为我这几年所提供的支持 大部分这个形式是在有契约前 对方愿意进行一个转化仪式 例如说是一个祝福的吟唱 或者是一个牌卡的练习 或者是一个排列的转化仪式 那所以这里的前提就叫做 在被支持者主动提出要求 邀请他想要接受这样的转化仪式 而且转化仪式很多时候是超越日常生活的形态的 OK 所以这里叫做支持的层次 那我们再往下看哦 所以就像刚刚我说的 你看哦 最底下这个环境以及缘分 我把它叫做好福德 好好 这是真的很重要的概念 什么意思啊 就是 比方说我们 我妹妹的孩子 她在这一两年周末都来我们家住 OK 她自己在家里跟父母因为叛逆起 有一些状况 那因为我说阿姨 因为跟这个孩子从小也看着她长大 所以我们家的老公孩子也都愿意提供这样一个可能 那我说 这个孩子在这段风暴期就这样平安度过咯 我们有做什么吗 没有做太多啦 所以那其实是这个孩子拥有的好福德 也可以说是我拥有的好福德 具有一个这样的结构跟机会 然后在这个环境 就是在我们家住啊 一起吃饭 一起说一点话而已 其实不太认真做什么 那这就是一个福德的概念 OK 好 那也就是说 她在我们家这几年 老实说 即使身为一个从辅导资商 甚至到灵性工作的我 并没有为她做任何明显的险行动 OK 除了某一次这个孩子的最好的朋友 突然车祸去世 他愿意接受我的邀请 进行一个祝福仪式之外 我们之间其实大部分我提供的是一份安宅 叫做孩子啊 不论你长什么样子 不论你抵触我 叛逆我 骂我三字经 或者是以三字经当口头禅 我为你在各种层次都维持在一个很好的 流动的敞开的 信任的 运营继续沟通的好状态 那我们说这是很珍贵的 我把它叫做微陪伴 那很多的转化机构 包含一些一起生活的 思觉失调的朋友的支持的 疗养中心 日拖的疗养中心 或者是一些青少年 像蓝天家园这样的结构 其实都是在好福德之下 提供了一双承接的手 他参与的每一个人的一言一行 甚至设计的生活的结构 都是提供一个微陪伴的方式 那这其实就很像是一个疗愈社群的概念 OK 那未必要真的 我们来谈谈好吗 我们来检讨一下你 或者是你要不要定个新目标啊 那个都已经是显行动的部分了 所以我在这个四个连结底下 有个陪伴层次 这边很强调的 其实是在好福德之下 有一个很稳定的微陪伴 以存在的方式 在不明显的或互动之下提供支持 那最后才来到显行动 那这些显行动就涵盖这两个颜色的 刚刚说明过 其实就是谈话内容跟合作的邀请 那最后完全来到一个默契之下 我们才会进行到这几年我在推广的 包含排列 包含影像祝福 包含牌卡 宝贝卡之类的所谓的转化的仪式的活动 那也因为这样的基础做得好 这个仪式其实真的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发挥一个会成之为神奇的影响力 好 那这一段我们就来到这里 闭上眼睛 好福德 未陪伴 再来才是显行动 那最后就是提供一个转化的仪式 谢谢你